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来西亚 印尼 跟香港 还有美加及欧洲的地方都有捐白米的运动 总计捐了226吨的白米 这是2021年捐出的白米的运动 那么这个活动是每一年都有的 这个生活中的法国功德会 他一直在做捐白米的运动 2021年就捐了226吨的白米 在全球疫情的时间里面 很多的关怀活动 很多的关怀活动 我们也是捐了50万份的资粮袋 什么叫资粮袋呢 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食品 在里面的50万份 50万份给贫富跟街友 贫富跟街友 那么在全球各地呢 也捐了20万份给很多的资粮袋 也就是像这个医疗用品 像点滴的价 我们资粮这个点滴 点滴的价值 资粮点滴的价值 然后还有口罩 还有这个computer 电脑 另外还有一些消毒的用品 都是属于医疗用的 那么华工功德会还有一个 清函讲协军 是给那个华光小天使用 华光小天使 我们晓得那些学生 有些清函的这个 学校的同学 那么我们都是给这个清函讲协军 然后我们称为 法光小天使 法光功德会每年都在做 而且有时候啊 不定期的这个建筑 这个衣服啊 食品啊 还有给学校 给所有的这个 救济贫困 白米啊 都很多的 那么卢生院布施基金会 是 华工功德会 卢生院布施基金会 都是我创立的 专门做公益事业的 那生院布施基金呢 他 他所做的公益 大部分 就在华盛顿州 当然 有特别的灾难的地方 我们也是去帮忙的 像海地 我们也去帮忙 像尼泊尔 我们也去帮忙 像印度 我们也去帮忙 生院布施基金 在他们有灾难的时候 我们都过去帮忙 那么在今年呢 2021 7年 2021年的时候 共建筑 四百零二万一千两百零五元 的美金 我们这里讲的是美金 因为生院布施基金 是在美国西雅图 美国西雅图 所以我们 在2021年 共建筑 四百零二万一千两百零五块 美金 连五块都算 算得那么精准 可见我们不是很麻糊的 很麻糊的 建筑多少钱 全部都有账策 你们可以看这个 卢生院布施基金 会的 在网路上 网路上的资料 你就知道 我们做了些什么 有救济金 另外的 同样的 这个 征送医疗用品 口罩 防护医 尤其是防护医 我们兼出非常多的防护医 给这个医生啊 护士啊 还是那些去那个 帮助COVID-19的这个病患的人 他们都要穿防护医的 穿完呢 大部分都要丢掉的 所以防护医非常的多 我们兼出非常的多 另外防护的药品 甚至于疫苗 甚至于这个设战 也就是说 本来我们这个西雅图列战士 要设一个战 就是打这个疫苗的战 打这个疫苗的战 本来要设在这里的 只要西雅图列战士 申请 我们就会在西雅图列战士 设一个战 方便 我们自己这些光头 也方便 所有附近的邻居 都可以来这边打疫苗的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申请 我们就一定来这里设一个战 他也是到处设战 他也是到处设战 真正是出钱跟出力的 在2021年 没想到两个公益团体 没想到两个公益团体 所做的布置有这么广泛 这些年 近这些年 我们一共 圣燕鲁Fondation 共监出 801万 八千零四十二块美金 八百多万 换成台币有多少 你自己算一算 就在这几年 捐出八百多万 怕死人 我一辈子也赚不了八百多万 但是我们捐出去了 都是正活中的同盟 我们这些正活中的 有不失心肠 好心肠的同盟 捐出来的 我们要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 还有华公公德会 一样的 我们要谢谢他们 是什么动力 让脸圣活佛 在经济困难的居士下 还愿意不断的带领 全球的真佛弟子 救助这么多的弱势团体 我们 写佛的人 就懂得这个 六度的方法 做一个菩萨 就是要六度 六度 什么是度呢 也就是这个布施 要布施 那布施呢 就是我们本来 出家人或者在家人 都要做的 写佛就是要布施 这是第一度 布施波罗命 行善嘛 也是佛陀本人讲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嘛 也是一个立命之法 改变命运的方法 所以法官功德会 跟卢圣燕布施基金会 全不是在做行善布施的工作 就是做布施波罗命 我们六度就是布施 慈戒 精进 忍辱 禅定 知慧 这是六波罗命 第一个波罗命 就是布施波罗命 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我们做一个菩萨 本身就是要这样子 舍己为人 为他能想 不为自己想 就是菩萨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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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